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FeelWin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是《全民造星5》的参赛者 我是98号Aaron 我是23号的Kim 我是21号的Sue明 我是39号的Eddie 这几位参赛者是不是很熟口熟面呢 《全民造星5》未出街 这帮图图已经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大家可能未必记得他们的名字 但一定先认得他们的样子 当《全民造星1》出街之后 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觉得我像阿Dee 直到自己参加《全民造星5》 然后进到ViuTV的厂 看到阿Dee的真人的时候 就觉得地球上 为什么可以有个那么像的人 好像照镜那样呢 那你说是不是很开心 还是会觉得尴尬 我觉得是开心多的 因为我觉得在娱乐圈 或者在幕前被观众记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一个开始点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话题 大家会关注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当然啦 我需要再给多些努力 给大家看到我不同的一面 给大家看 我不知道 我觉得眼睛很小 所以被人说我像王观中 可能就是这个位置 不过我不知道 我问很多人 人们都说 像不像 我也不知道像不像 其实他们说像 不过算 如果他们说像 就像 会不会最开心 是被人说像去光红 不可以这样说的 不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表情 每个都可以的 很开心的 都很庆幸 都是两位很英俊的师兄 都是很坏参叛 因为两位师兄 都是很 在音乐界来说 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屏幕 我能把他们的光 其实都算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 无论是唱歌 音乐方面 或者跳舞方面 都是比较顺色一点 所以其实都 能把他们的光红 都是我的一个荣幸 最多人说都是周国燕 近这几年 可能个人的感觉不同了 我以前可能活跃一点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像周国燕 现在个人静了 老了 就被人觉得 嗯 有些周国燕的味道 以前有人说 像房祖明 接着有时 会有人说 像郑伊健 再小一点 就是别人说的 我没有认的 虽然我很开心 有人说 像玉文诺 有人说 像陈冠希 接着我说 不是吧 不过算是 尖尖的 我都真的开心 哇 是陈冠希的 大佬 明星念 是比较好 他们不止容易被记得 被封为Dee哥2.0的Aaron 未出道 就已经挖住Dee哥 Dee姐出尾园级金了 我觉得 做幕前娱乐 大家都很重要 当观众觉得 两个人拍在一起 是有趣的话 其实 我都觉得是不错 那当然 你说 比较 我其实真的很平常心 因为我觉得 这个样子 是爸爸妈妈给你的 天生的 我真的不需要讨论太多 就是 go with the flow 就可以了 那当然啦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有Dee 那么多粉丝 那么有亲戒力的 我都会开心的 希望可以从这个角度进发 好是好在 几次样子 靓靓靓靓 黏到他们的光 但不好就是 因为他们很厉害 对比之下 有点差 现在是不太想 被人说刺他们 因为都会想 让大家知道 我是水明 对 不是Tyson 不是AMC 参加比赛 最重要是实力 撇除爱猫 不知道他们觉得自己 有什么优胜之处呢 哇 我觉得 这个真的 都挺确定 好像全部都只会弹笔 我不知道 其他人会不会 对 我觉得 这个都是一个优胜之处 对 懂玩乐器 接着 都会少少唱歌 然后又会夹笔 都是其中一个 优胜的地方 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 和适应能力 是很强的 就是当 我也有自知之明 就是唱歌不是好 跳舞也不是好 这样去进入一个比赛的时候 给点时间 我想观众会见到 我由一张白纸 慢慢去到 好像开始有些东西 被人见到 有一些进步 而 这个成长 这个育成的过程 我想对于观众来说 也是吸引的 真的说 尝处 其实 被人说 救我 真的 只能看样子 所以其实往后 是想 用自己的努力 去 真的得到别人的尊重 去告诉别人 我真的可以 其实我不是只有 那样子 我是可以唱到 我可以跳到 其实我都很正面 去看一些留言 我是直播著 看自己的留言 我真的很认真 每一条我都有看着 有些说得很正路 真的说出有什么问题 我会很乐意去听 因为始终都是 要去改善的地方 亦都是一个需要成长 所有经验 要累積的一些东西 我都是要去看的 一定要 不可以去避开这些 无论是歌唱技巧 表演 样子 各样东西 还有性格 例如说有些人批评 我性格很挖 说话没礼貌 个人不假 都有的 但我觉得 认识我的朋友仔 就会知道 还有就是 很多时候 看着批评 就要训练自己的心脏强大 有质改之无质加免 罵得对的 我就改了 罵得不对的 就算了 反正就是娱乐事 大家开心就好 要心脏强大之余 好像说参加《造星》 要挨穷的 每年都有人为了参赛 而停学或者持工 又要自备服装和道具 样样都是钱 最梦的代价 真的不惹小的 你一来到这里玩 你就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但是你都可以 就是你要看什么工种 有些人可能真的 你要回一些 朝九晚六的 那些 你一定回不了 你一定会剪掉你的来源 所以你一定要找其他 什么方法都好 你一定要支撑着自己 吃面包也好 不喝冻东西也好 各样东西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喝冻东西加两个 是啊 3元啊 2 3元 是很贵的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喝少十次冻饮 我也觉得你可以吃到一个沙丁牛 没有 没有 那时候 真的 如果你没有的时候 你又可能 真的有没有朋友帮忙 是的 又或者 如果真的没有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去找一下 有什么办法去 找钱 出去拍摊 也好 真的你有试过 有什么问题 有借钱的 因为撑过Nitro 我试过 但是 不成功 那些还是你的朋友 还是朋友 还是朋友 就是他们想用一个 比较严格的方法 鞭策你去做 我觉得他们不借才是重点 因为如果借了你 就会觉得 我不用努力 曾经演过ViuTV的集黑市 和和解在后的Eddie 虽然在94强止步 但相信他的演艺事业 并未止步 比赛的过程 和完了之后 其实 都很肯定 我是喜欢演戏 所以 经历了 比赛的过程 我知道 玩乐器的人 做艺人 是一个什么感觉 我见到很多 很出色的人 我觉得 我不是他们 所以 我现在是更肯定 知道自己 应该要做什么 我想最重要 是找到 自己的光芒在哪里 那 我 都算找到的 就是 可能 光未必是在这个舞台上 散发出来 但是 找到一条路的话 慢慢走就越来越明亮 那 很兴幸 是的 这里有很多经历 虽然很短暂 但是 有得着的 一来想看看自己的明星梦 是否可以叫做 梦想成真 二来是想让大家 看到多方面的睡眠 然后 在里面 其实想得到 我真的 可以跳唱 可以唱歌 可以跳舞 就是要这个 单独拿出来的 说明是可以的 我希望在这个节目上 获得到一定的知名度 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那 变相当 说到同一番说话的时候 可以令到 社会或者一些人 有一些正面的改变 例如 很多人觉得 做大律师很古板 参加娱乐圈 搞笑什么 但是 我就似乎被人 多了一个可能性 就是为什么不行 你有个心 想做一件 你觉得很重要 很想做的事 的时候 为什么不可以让它一个 然后 也可以给到 可能一些家长 当他们对子女 很有期望 觉得一定要读好书 一定要找一份 很好的工作 然后其他事情 就不要想了 我很想告诉这班家长 其实不是的 人生有很多可能性 读好书 有一个稳健的工作 得来 其实追梦想 是可以无敌足的 是 我没有想得到什么 但是 我觉得 就是 因为我自己讲话很差 然后 其实我进到这里 其实讲话 已经好多了 我觉得我自己 这个是其中的目标 还有 我想将我自己 玩的音乐 可以带到上去 这个舞台 平时我们夹 旁边也好 怎样也好 我们都是 你知道 旁边就是很忠于自己 对不对 但是 也有一个很固執的性格 我也想在这个节目 可以改善到自己 这个有些固執 但是 又可以 将自己的音乐 带到给大家 听的东西 明星念 是多了观众关注 但最重要 是他们热爱舞台 又表演那一团火 希望各位 可以顺利达成自己的理想 和目标 大家继续支持 全民造星五 谢谢大家 请大家订阅 留言 和赞V1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点赞V2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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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 3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